跟大家介紹一個雲端的 我們剛剛用的那個是字體的部分 可是其實我們有更多的是圖庫 就是你需要處理的 比如說你自己的照片 就是自己拍的 你要放到我們簡報面去 那雖然Office從2011再以後 有那個就是影像背景移除的工具 但是其實它能夠做的還是有限 那我剛剛講很沉重的宣布 以前我很認真學怎麼Photoshop影像處理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怎麼去背 現在五秒鐘就被解決了 好難過喔 而且它現在不是只有人喔 我為了這個雲端服務 我寫了三篇文章 短短幾個月要寫三篇文章 因為它剛開始去人 然後後來連東西也可以了 所以不要再學Photoshop了 這樣會不會後面那兩堂 就沒有人要報名了 怎麼辦 馬上先看一下 感覺一下 這個是圓圖 去背之後有沒有 再往下在Photoshop打開 換個背景 一個人的可以接受囉 兩個人的 四個人的 阿公阿嬤 有沒有都進來了 那現在呢 以前是這個 這樣不行 現在也可以 然後呢你看我下一篇文章 我總共寫了三篇 然後呢 又進化了有沒有 這一首 我想 你應該會吧 蛤 阿妹的這一首你沒聽過嗎 不能連過去 青分葉打開 好有可以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我現在的心情 好嗎 我們以前花那麼多時間 學去背 還有很多小技巧 有沒有 現在都被打敗了 所以呢 你往下看一下 蘋果就蘋果有沒有 杯子就杯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鑽子就鑽子 一鍵 蛤 對 下面這個 你看 好 我們馬上進到這個裡面來看一下 來 老師如果像衣服的顏色跟背景的顏色接近 太接近當然效果就比較差 這是一定的 所以它也是可以 對對對 那有沒有同學 你想現場試看看的 就是來前面用 有嗎 你們都不敢 蘋果有沒有 蛤 不是啊 因為你來前面我就跟你一起合照啊 馬上就去背 欸我講真的啦 我這樣好了啦 我們等一下考考它嘛 那這個呢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的電腦的照片 你從這裡上傳 另外如果你是網路上的 直接給它網址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我們先Google一下吧 你找一下 我們先從人開始 先從人開始 今天你Focus在可以補會沒關係 因為以後還會有很多新的嘛 這個服務一定要會 哈哈 來 你有沒有想要找什麼 那個衣服顏色的背景像 那你也 那不然就找 很偏向很像 模特兒 這樣可以嗎 你看我現在打字都多啦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就找誰 第五張 這個可以嗎 第五張 一二三四 這一張嗎 好好好 這一張 喔有點難喔 真的衣服顏色跟它比較接近喔 好 好 那按右鍵 因為這在網路上的 有沒有複製圖片位置 嗯 把它複製起來 就點到這邊 按一下這個 那萬一如果你像這樣 它沒有跳出來 有沒有 我發現有的會這樣會擋掉 但是沒關係 你就在別的瀏覽器把它打開就好了 比如說我剛剛 這個是無痕模式 我就進到標準的 你也可以用無痕模式 都可以 好 我重新進去按一下 這樣有沒有跳出來 了解齁 好 那剛剛的網址呢 我就再找回來一下囉 回到這邊 點到這裡 我們家就是有這種工具可以 不用再回去找 好 那它就會開始幫你辨識一下囉 有沒有 它去從那個網站上 把那張圖片下載下來 好了 我是 欸這樣太快了嘛 好啦不要介紹這個服務啦 我們這樣 後面那個老師 沒辦法上下去 而且他開兩次耶 那怎麼辦 有沒有厲害 真的厲害 因為人都解決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它有編輯的功能 有沒有 你可以放大一點 是這個網頁可以直接做到那個 對啊 對啊 你看他頭髮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這樣 還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去好 你看 換個顏色有沒有 髮飾還可以接受嘛 這樣 五秒鐘有沒有 比你一個月薪水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不OK 好吧 那你就找一張照片 馬上合成一下囉 對不對 用自己也可以喔 所以你現在已經不用經過 影像除染體 直接合成就下載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不OK 當然你可以直接存下來 而且它現在也有這個工具 有沒有 橡皮擦 橡皮擦 還有還原的工具 所以萬一有時候它去的不好 你可以手動稍微修飾一下 下面這個就是筆刷大小 這樣清楚了 所以很不想介紹這種工具啦 心裡面不太能夠平衡 但是呢 為了以後你們著想 哈哈 因為其實說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想要學Photoshop 對不對 那可是 大家又有圖片的需求啊 如果能夠去的好 都是大家的這個方便 那這樣下載下來 你知道會存成什麼格式吧 PNG 因為PNG是我們網路上很重要的 去備好的格式 因為它可以儲存透明度 有幾種顏色 256種 所以你半透明也可以 半透明也可以 好 第一個考驗完了 請問你要考驗它什麼 你要想考驗它哪一張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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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羽毛衣囉 是嗎 哈哈 羽毛衣 羽毛衣 白色的羽毛 白色的羽毛 什麼 你都要考它這麼難的 欸 那個主考官怎麼都這麼狠 哈哈 你要唸在它也是AI 哈哈 白色的羽毛 喔 哇 哇 那我們用這個 蛤 什麼 第幾張 第六三 一二三四五六 這一張 哇 你這樣會被告吧 哈哈哈 欸 很想告你 好 複製圖片王子 說不定它可能覺得很有成就感 萬一萬一它 通過了你就完啦 你就換它當主考官啦 哈哈 好這一張它不行 有沒有 但是我們試一下 我們給它一個機會啦 這樣算簡單的吧 欸 這張去背好了 這張有沒有 我們試看看 按右鍵 第七張 這張 不過這個有一個 沒關係我們試看看 因為他如果你要去背的話 假設有這個的 就是有剛講那個 有字的對他效果會比較差 沒關係我們試看看 好一樣貼進去 他如果可以的就像剛好 他如果不行的就出現像這樣 有沒有這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這個不是人 對不對 這是物件 可是物件的話他就是照那個外型 就是照外型去抓 就照外型去抓 如果你是人的話他穿的是羽毛衣 可能就有機會成功 因為他就像頭髮一樣 就像頭髮一樣 這樣知道 目前當然有他的限制 可是大部分都還不錯 我在輸入網址的時候他沒有辦法 讓我輸入 好你就換到 Chrome或是Sufferate再開一次就好 或者用無痕模式打開一次 對對對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一個原則 如果說您在看這個的話 人的部分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如果是物件的部分 請你秉持這個原則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要去物件的 最好就是影像裡面要完整的顯示出來 你不要出現那個一半的 第二個如果他有包裝的 要拿出來 然後在背景盡量單純的地方 像我們剛剛那羽毛 事實上背景就單純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裝到外型 再來呢還有什麼 避免有太過銳利 或者是太硬邊的陰影 因為他有可能會當成他物件的一部分 這個也有可能 還有一個就是不要產生倒影的 比如說像金屬表面啊有沒有 他會產生比較明顯的倒影 他會以為那個也是他的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裝飾的東西 有沒有 比如說logo啊 或者一些插畫啊 就先不要放進去啦 就單純一點的東西 等抓出來之後你再去弄 這樣有了解了嗎 真的這個服務要會對不對 那你去備好了 是不是拿進去 FocusGuy也好 PowerPoint是不是都可以用 今天來不是只要學會 FocusGuy就好 因為你要會的是你要會整合 他只是我們的工具之一 只是我們的工具之一 只是我們的工具之一 所以我們不來 如果我們有工具之一 可以用過